南韩总统办公室表示 总统尹辛悦今天与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通话 分享有关近期北韩派兵支援俄罗斯 在乌克兰战争前线动向等资讯 泽林斯基也警告北韩军人将投入战场 将战争带向全面 尹辛悦在通话中表示 不会对北韩叛兵一事做事不管 除了俄罗斯可能向北韩提供的敏感军事技术外 他也指出北韩在韩战争之后 就未曾参与过现代化的战争 若超过一百万的北韩军人 得到了乌克兰战争的实战经验 对南韩安保将成为莫大的威胁 面对北韩向俄罗斯支援军武兵力等 前所未有的行动带来威胁 尹辛悦表示 身为最直接利害关系国的南韩与乌克兰 应紧密沟通应对 南韩政府已经紧急派员前往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盟及乌克兰 提供南韩掌握的所有相关情报 泽伦斯基也在通话中警告 北韩军很快将投入乌克兰战场 认为这场战争将因为北韩军人的介入 进入至今未曾经验的全新局面 需要友邦持续合作 也希望南韩能够积极提供情报 泽伦斯基在今天通话后 透过社区平台向持续支援乌克兰守护主权及领土的南韩 表达谢意 并透露两人在通话中 谈论北韩派兵介入乌克兰战事 结论很明显 这场战争已经超越的两个国家 逐渐扩大至国际 泽伦斯基说 他已向引信约分享 关于在战场附近的 他已向引信约分享 关于在战场附近的俄罗斯训练场 发现三千名北韩军人的情报 并预估北韩驻军规模将扩大至一万两千人左右 乌克兰与南韩双方同意强化情报相关专业交流 包括高层在内的所有层级沟通 合作应以当前的紧张局势